据台湾媒体报道,歌坛天后张慧妹四日顶着寒流开护外眼张慧,冒雨一连嗨唱三小时,飙心歌外也更招牌嗨歌三天三夜,全场歌迷嗨翻。 不过阿妹头号歌迷,新年81岁的妈妈却被周刊惊爆,疑似罹患大肠重疗,已在日前住院治疗。 张慧妹的母亲过去总不会缺席阿妹的重大活动,不论是巡演、庆功宴或是金曲奖,不时都可以看到张妈妈的身影。 根据报道,张慧妹高龄81岁的母亲疑似发现大肠重疗,现在已住院治疗与病魔搏斗。 其实张慧妹是出了名的孝女,去年2月张慧妹在台东饭店席开66桌,庆祝妈妈八十大寿。 对于张妈妈传出健康亮红灯,张慧妹经纪人陈振川向周刊表示,张妈妈年纪大了,阿妹会带她定期检查,任何大小毛病都要治疗,谢谢大家,请不要过度关心。 张慧妹1972年出生于台湾,书信她的歌迷都晓得张慧妹是独鼠民族的人,从鼠杯男族,张慧妹的父母都是外地很普通的农民。 母亲常常在部落有活动的时分,作为代表去唱歌扮演,在张慧妹家里还有三个哥哥,三个姐姐以及两个妹妹,家里孩子。